早晨,今天是12月14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东亚银行财富管理处的投资策略师陈伟聪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Jason,今早大事有什么指点? 今早当然看着昨晚美国方面议员式 开始转甲之后 美股就破了顶 看看港股今天会不会跟一跟 就算不是大声也好,至少可以删定紧期的跌势 昨晚的议息结果是市场预期不加 但最刺激市场的神经就是鲍威尔的言论 稍后Jason会和我们详细策解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造好价道指升超过500点 创出历史新高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 并且预料明年减息三次 议息结果公布后美股升幅扩大 收市升512点 收报37,090点 升幅1.4% 标指升63点 收报4,707点 升幅1.4% 纳指升200点 报14,733点 收市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上升0.4%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英国股市靠稳 一起看看招点微股 普遍向好的 苹果的股价上升 Tesla也回升1% NVIDIA的股价再升0.9% 另外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L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各别发展 腾讯比本港上日收市高1% 截合310.2.4% 京东美团和阿里都比本港收市高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1.8% 截合61.67%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短 没有跟随美股向上 最新跌174点 32,752点 首尼综合指数向上升35点 息宁普通股指数升112点 升幅超过1.5%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都升91点 最新报11,567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都是向上升 103点左右 恒指到16,300点左右 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现在谈谈联储局的议息结果 一如市场预期 连续第三次 维持利率在5.25至5.5厘不变 议息声明就提到了 第三季经济指标表明 经济活动已经由强劲速度扩张 变为逐步放慢 反映当局认为现时的经济状况有所放缓 当局预期 明年利率的中位数是4.6厘 较9月份的时候 预测下调了0.5厘 点阵图就显示 19个官员当中 有两位官员 预测明年利率会维持不变 一位预期会减息一次 其餘16个都预期 联邦基金利率 明年年底会回落到5厘以下 当中15位预测利率会减息0.5厘至1厘 预测利率是4.375厘至4.875厘 特别是最合适的那位官员 预期明年会减息1.5厘至3.875厘 联储局也调整了今年通胀预期 PCE指数由9月当时预测今年PCE会是3.3% 大幅下调0.5个百分点 去到2.8% 明年PCE预测是2.4% 言论上联储局主席鲁威尔说到 不太可能会再加息 而且不需要等到经济衰退才启动这个减息 息率不变加上甲牌言论 刺激道指就急升500点 就创了有纪录以来的最高 美债息就急回 去到4厘这边 美汇指数就回落 Jason 首先就说了 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果和鲁威尔的言论 你怎样解读今次的议息结果和后风呢 是不是真的说 未来大家可以很快预期有一个减息的出现呢 简直说今次鲁威尔可能都比市场方面 有一些叫做是激倒了 因为你想想过去那几次 无论是议息的公开场合也好 或者其他的场合 其实他都仍然很坚持 短期里面是没有条件去减息的 也都说整个联储局里面是没有讨论过这件事的 但是你说见到他今次开完会之后 虽然你说他都好像还保留着 或者未来都不排除还有机会加息 但是在口气上面 这一样东西已经是没有放到那么前的 反而他也有提到 现在在联储局里面都开始 有一些减息的声音 有这些相关的讨论 所以变相都反映了 就是说当去到下年一来 美国有个总统大选 你对于整个经济也好 对于整个股市也好 应该是要做好一点 当然你说美联储和美国政府 理论上是独立的 但是你说到最后会不会 可能美联储方面都有一点妥协呢 这个是其一 第二亦都要留意 好像近期美国方面公布的经济数据也好 通胀数据也好 都真的有些事放缓的 所以你看到是今次在议息的会议或点阵图上 为什么这么多官员都觉得 接下来真的要减息 还有减息不单止一次 因为见到九月份的点阵图 都是预期下年就算减得好 都可能是减一次至两次 但是这次见到在点阵图投票方面 过半数委员都觉得下年的减息次数 起码要三次 所以这件事都要留意一下 当然美国大部分的委员都开始觉得 那个息口现在真的太高了 接下来要下跌的时候 那我相信就有机会 是真的去到这些结果 但是当然 你说比起市场现阶段的估计呢 因为现在其实市场过去一个多月呢 都不断是筹筹减息的 那现在整个市场 譬如你看回那个Fat Watch 那说因为下年三月份 减息的机率超过五成的 还有都预期去到下年减息的幅度 是125点字 那就是说变上是减多少次息呢 市场现在是在估计减五次息 那所以你说就算现在看回点阵图 觉得这些委员觉得下年 起码减三次了 但是是不是说市场完全没有派先过呢 其实又不是的 现在市场是派先过五次 但是现在在那个联储局方面的结果 都只是预期三次 那所以两者那个的差距呢 仍然都是存在呢 那当然啦 你说在那个议息上面 也都是把那个 譬如核心通胀的预测呢 就调低了 那今次调低的那个幅度呢 都挺明显的 譬如你说说下年那个核心PCE 那个预测呢 本身是估2.6的嘛 那今次就调低到2.4 那同时都去到2025年呢 就说有机会落到2.2了 那当然啦 就是大家之前都觉得 美联储的目标呢 就说要去到20% 那但是现在都经过你说这两年多一个比较高通胀环境之下呢 大家都开始将这个预期呢 是吞回正常一点点 就不是说觉得一定要去到20%呢 才说要减息的 那之前那个口方或者那些行的那个说法都是说呢 只要你看到核心通胀真的开始去分3% 和整体的方向都还是向下的话呢 就会达至那个减息那个目标 那所以如果你看回昨晚在那个 那个无论口风上面啊 看到点阵图的 例如预测上面啊 或者那个PCE的预测上面呢 那似乎都指向就说 例如下年有机会可能去到第一季尾至到第二季呢 有机会减息 那我对于这件事暂时的看法呢 都仍是50% 50% 是 因为始终要去到减息呢 就一定有些triggering point的 是 有些什么的催化呢 那你说会不会突如其内 整个经济有个真的很明显的slow down呢 那这个都仍是要看的 因为有时候譬如你看到 刚刚上星期公布那个 非农职位失业率呢 似乎不是说真的那么差 是 或者好像见到 就是这个星期出那个CPI 虽然都好像是下跌的 但是核心那个CPI呢 仍然都是4个percent 是 就算刚刚说到去到3个percent 要想减息也好 那大家4个percent 就是由4个percent到3个percent 还要经过多久的时间呢 那这个我觉得都还是变数来的 所以暂时你说市场上边炒减息 但是你说到最后几时开始减息 或者下年是否真的好像现在市场股 会减五次那么多呢 那这方面我觉得现在市场上边 都有一点是太乐观 你觉得现在市场 譬如说美股的升势 都是反映了一些过度乐观的预期的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美股那边又可以用另一个角度看看 当然你说这一段它升就是炒减息 那一般来说如果看回以往传统 通常就说由加息见顶去到炒减息 那一步美股是会升得最多的 但是你说真的去到减息那一刻 或者整个减息周期里面 通常美股又升不到的 反而会跌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真的要去到一个减息周期 我说减不是减一次两次 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息的话 那一定好像刚刚说了 你美国的经济一定明显放缓 甚至乎很多时候是会有衰退的情况出现 那衰退是来自什么呢 一定有一些金融事件 或者有一些突如其内的金融危机 比如好像你说在2006年 当时美国的息口见顶 你看到在2006至2007年年初 是升得很厉害的 但是接着去到2007年年尾至2008年 开始炒的一个可能刺案危机 跟着金融海啸 有一个大衰退之下 美国方面就当然减息 一减减到零 但是你看到美股升那一段 就不是说去到减息那一刻才开始升 相反地你减息的时候 大家就怕你经济有问题了 你有个金融危机会影响一些盈利的增长 反而是令到美股会跌的 所以如果摆回去今时今日 我觉得你说现在整个美股的Honey Moon的蜜月期 就真的现在叫炒减息 和去到可能减息的初期那一段 有机会做好些 但是接着你说不是的 大家开始留意到 你减息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一些金融危机 或者一个经济衰退的压力 到时美股又未必说会再有这么好的现象 所以短期内美股炒减息 我觉得仍然有一个有因 但是又要小心 我刚刚提到 如果你说现在市场上炒过了 觉得就算减息也好 是没有预期中减那么多的话 那美股可能的升势又会修炼 好 我们谈谈昨天最新公布的数据 之前一天公布了CPI 就有一个回落 最新昨晚公布的PPI 有一个都是回落的迹象 我们讲讲11月份的PPI 就是生产物价指数 按年我们在图件上 就是现值上升是0.9% 市场原本预期上升1.1% 所以最新的数据是低过预期 亦都是连续两个月有回落 按月比较就是没有起跌 10月份的数据当时是下跌0.4% 那核心PPI按年的升幅 就是2% 就是我们现在图表看到最低的一栏 市场原本预期就是2.2%的上升 同样 核心PPI按年来说 亦都是连续两个月向下 按月的数据比较就是持平 同样是低于市场预期上升0.2% 上天公布的CPI数据 其实按年数据都是连跌两个月 比如说11月的CPI按年就是上升3.1% 核心CPI按年上升4% 通胀数据就再一步回落 但就业市场仍然强劲 鲍威尔也说到 不需要一定看到PCE看到2%才开始减息 Jason你刚才说到都担心有些黑天鹅事件 但是现在如果排面看 或者没有一些出乎市场预期的情况出现 是不是美国都大机会出现远着陆 还有能不能够刺激美股进一步做好 当然现在市场上就很一致地 很乐观地都觉得 Soft Lending会出现的 最好是什么呢 就是经济是slow down 但是就不去到衰退 可能GDP的growth就去到2% 就是放慢了 但仍然都有增长 但是同一时间的通胀又真的开始下跌 通胀下跌的话 美联储方面又可以减息 这个是比较乐观的预期 当然如果你看近期的数据 比如刚刚你提到的PPI来说 核心的部分都真的下跌得比较多 你说10月份2.4% 隔一个月去到11月份 跌到2.2% 都真是一个几明显的下调 还有留意着 这个是一个core的PPI 就是说不计什么油价 不计食品价格 当然如果你看看headline那边 就更加是跌得多了 因为油价跌得厉害 所以你说看回PPI下跌的幅度 我觉得是吻合了 大家觉得通胀的回落这个情况 但是又要看回 因为如果本身在那个经济面上 之前出的某些数据 比如好像10月份的 retail sales 说的是由升转跌 这个也是反映了美国的消费活动 没有预期中任理想的 就算是之前说的 thanksgiving 那个感恩节的销售的增长 如果你拉均匀 in general来说 增幅是一个低单位数 也都不算特别好 如果再看看 比如美国的制造业PMI的指数 都连续是超过10个月 50以下的 所以都反映了 其实现在美国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上 是真的在减慢着 但是就未去到一个黑天鹅 未去到一些叫做 很大型的金融危机 但是都要小心这件事 因为当然的利率 就是保持着 现在这个位置都相对高了 而且都叫做高了一段时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